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這集看個案件,最近被可伯何太單東西洗版洗得好厲害, 幾乎日日都有新東西出來,有好多人在講, 如果我有錢一定不會好似可伯那樣, 所以在找案件做資料搜集時看到有個案件, 又講到有一個在湖南益陽首富, 他的名叫魏福林, 他竟然自建宮殿, 和10個情人同居, 生一個男子, 獎他200萬, 嘩,這樣聽, 這傢伙簡直是高配版和精明版的可伯, 我們一齊看看這個案件是怎樣一回事, 和最後魏福林的結局是怎樣呢? 在90年代,湖南益陽有個小村莊, 而在這個村莊裏面, 一個小朋友就叫魏福林, 他小時候好頑的, 整日搞到條村的人都雞無鴨血的, 街坊鄰居見到魏福林都搖頭, 說這個小朋友好頑, 對他未來沒什麼期望, 不過魏福林的父母當然不信邪, 教兒子的時候, 就棍棒事後, 而且也有苦口婆心勸個兒子乖, 講到口水都乾了, 但是魏福林就是什麼都不聽, 仍然非常之頑, 有一次魏福林不知道在哪裡拿了一盒炮獎回來, 趁著大人不注意的時候, 然後扔到雞鬥那裏, 嚇到雞亂飛亂走, 差點連雞鬥都被他燒著, 激到老爸臉都紅了, 追著兒子不停打, 還有一次村裡來了一個做猴子戲的人, 魏福林看到好入迷, 趁著打猴人不注意的時候, 偷偷地拿了辣椒塞到猴子嘴那裏, 嚇到猴子嘩嘩嘩嘩的叫口水鼻涕出來了, 場面超級混亂, 看到魏福林這個人小時候已經好頑, 後來父母無辦法直接送去部隊, 部隊、軍隊就是一個改造人的地方, 你無得不聽話, 送去軍隊那一日, 魏福林父母都好擔心, 吾知道個小朋友能不能夠適應到部隊的生活, 猜不到幾個月之後, 魏福林回鄉下探親, 整個人都變了, 原本好受削的他, 變得好大隻, 眼神都不同了, 講話做事沉穩了好多, 不再是以前那個搞屎棍的小朋友了, 兩老屈體好開心, 覺得送去軍隊, 你只要萬師萬嶺, 在軍隊的生活, 是完完全全將魏福林身上的寧角磨平, 每日對列訓練, 體能訓練, 軍事技能訓練, 令到他有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和紀律觀念, 曾經那個好頑的小朋友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就是一個有能力, 有擔戴的年輕人, 退伍之後, 他分配了去一間果品公司做事, 又穩定又見得人, 那沒多久, 他亦都將部隊的同事, 留雪時, 取回家, 慢慢魏福林變得大家都好羨慕他, 那他家兩老見到兒子, 終於都出息了, 好安慰了, 但是魏福林天生就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 在果品公司做了沒多久, 就被人調去一個五金店做總經理, 新工作待遇好, 職位高, 而且能夠大展拳腳, 而當時這個職位大家都好羨慕, 不過魏福林就不滿足了, 而當時正值改革開放, 到處都是機會, 基本上錢好容易賺, 而他的觸覺都好靈敏, 一眼睇到商機啦, 他做總經理亦都不是流的, 一上任就大刀闊庫恩改革, 以前五金譜是大鑊飯, 做多做少都一樣, 魏福林大首一揮直接打破這個規矩, 他又搞了個職效巧合, 做得好, 可以拿獎金, 偷懶, 偷懶的人對不起啦, 那邊走, 亦都引進了新的管理方式, 是學習一些先進的經驗, 將五金店管理到井井有條, 員工一開始其實不適應, 就說他太過嚴格啦, 後來一看, 即效譜, 人工升, 做事更加有氣氛, 短短幾年, 五金店的固定資產翻了好幾倍, 由兩萬元變成四千萬, 簡直坐火箭, 魏福林亦都成為當地出名的企業家, 報紙、電視上全部都是他的報道, 全國勞動無犯, 全國無犯軍隊轉業幹部, 各種榮耀, 各種獎狀, 各種獎狀, 拿都拿到手軟, 鄉下的人, 還說他, 還是祖墳墓青煙, 想到個出色的兒子, 而他家裡兩個老人家, 見人就讚自己兒子, 開心到見藍不見眼, 但魏福林仍然不滿足, 覺得不夠, 想要一個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挑戰, 於是他做了一個很驚人的決定, 就是辭職, 不做鐵飯碗, 帶著老婆子女南下深圳, 去做一番更大的事業, 這個消息一出, 所有人都嚇到, 哇,鐵飯碗你都不要, 好日子來的, 去深圳, 人生路不熟, 你不瘋了, 但魏福林不為所動, 他知道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前緣基地, 偏地黃金等著他的掘, 趁著年輕闖一番天地, 就是這樣魏福林, 帶著滿腔熱血, 滿懷希望, 坐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車去追他的夢想, 而他當時眼光都好毒辣, 在96年的時候, 誰想得到深圳可以發展到現在這樣, 但是他一眼看中了這裏以後會有大發展, 於是他賣身家, 都要在深圳買的地, 還說要建一個福中福商業城, 當時聽上去好像笑話那樣, 但猜不到, 他買完沒多久, 深圳這個地方的樓價就好像坐火箭那樣升, 他所買的地皮不知翻了多少倍, 這次發達了, 他變成億萬富翁, 上島甜頭的他, 一發不可收拾, 在深圳、長沙、益揚, 周圍開發房地產, 錢多到數都數不完, 直接成為當時全國最出名的地產大坑, 發達後他沒忘記鄉下, 在06年的時候, 他拿了好多錢出來, 在鄉下起了一個生態旅遊度假區, 異山磅水風景好靚, 吸引了大量遊客, 為鄉下的經濟發展, 貢獻了不少。 2013年的時候, 他又去鄉下捐了三百萬, 用來起學校、 起醫院, 改善家鄉的教育和醫療環境, 人們都說他心是家鄉不亡本, 是一個真正的慈善家, 看到這裏, 你可能會覺得魏福林的故事, 就是一個典型的浪子回頭筋不換的例子故事, 出身貧寒, 年少叛逆, 通過自己的錢, 達到財務自由, 然後找到很多錢, 有社會地位, 有榮耀, 而且還回報家鄉, 人生贏家, 簡直是網民小說的主角, 而魏福林和他老婆劉雪一直都是外界的無犯夫婦, 一起管理公司, 一起出席各種活動, 兩個好恩愛, 但是兩個人的真實關係, 比大家所看到的更加複雜, 原來, 在1993年的時候, 魏福林剛剛在深圳站穩陣腳的時候, 他就和劉雪離了分, 事業成功令到他的心態發生了個微妙的變化, 他開始沉迷走紅燈陸的離難生活, 身邊亦出現很多女人, 為了掩人耳目, 他將老婆和小朋友送回老家, 過上這個雙城生活, 在深圳享受紙醉金迷, 在老家維持著他無犯老公的形象, 不過最後只包不住火, 魏福林的行為越來越大膽, 他在深圳的事跡, 終於傳到老婆耳朵邊, 他不相信這個男人竟然會這樣對待自己, 後來他曾經試圖挽回這段婚姻, 但是老公越踩越深, 絲毫無悔過的意思, 最終選擇離婚。 離婚之後, 兩個人為了公司和事業, 對外仍然維持著夫妻的假象, 對於老婆來說, 是很煎熬的, 他每日還要對著這個男人, 還要強顏歡笑, 去扮恩愛夫婦。 而且魏福林一共包養了十個情婦, 還有他的家人子女一齊入住他所建的宮殿, 他這一個宮殿就叫福林莊園, 當初建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要求就說要按照故宮規制去, 採取名稱皇家圓林的設計風格, 而魏福林就住在正中間, 樓層最高的福林樓, 象徵著地位好高, 而這一個地方就成為魏福林的後宮大院, 妻妾成群兒孫滿堂, 不過無他的允許, 這班情婦不能進入福林樓, 他就好似古代皇帝那樣, 想見誰情婦翻牌就行了, 剛剛開始魏福林的時候, 就通過招收秘書的方式, 去收集情婦, 後來好多人都知道他這些癖好 開始通過美人計, 去巴結他, 有些人送禮物給他, 或者有些人直接送女人給他。 聽聞, 對於這些情婦, 魏福林就好像管理公司那樣, 實行職效管理, 只不過員工就看業職, 情婦就看生育, 生兒子生女, 生多生小, 有不同的獎金, 剛才講過啦, 生一個兒子有二百萬的。 而且所有的小朋友的姓名中間都有一個世界的細字, 有些小朋友的戶籍跟媽媽, 安借老家, 有些入籍去香港籍, 有些情婦好年輕的, 甚至乎情婦的父母, 是比魏福林更加年輕的。 但是魏福林見到他們一樣都是叫外父外母, 看著自己的女婿, 年紀大過自己。 心裏面, 竟然不覺得奇怪, 這班人反而覺得自己的女兒, 能夠癡到有錢佬是自己的福份。 後來前妻劉雪時看不到下去, 就叫他不要再生兒子。 後來魏福林竟然很委屈地說, 已經不是自己想不想生的事, 而是這班情婦, 因為生兒子是有獎金的。 一開始魏福林、劉雪時和三個子女都是福中福公司股東, 大女佔18.6%, 其餘四個人都佔17.85%。 在2001年的時候, 在魏福林的遊說底下, 劉雪時將名下股份過護給魏福林, 同時三個子女各自保留5%股份, 其餘股份都過了給魏福林, 去到2007年, 兩個女兒結婚, 她們分別在公司拿到三四千萬現金, 然後全部退股。 2019年年頭魏福林和兒子達成分家協議的大兒子, 在公司退股, 去到這個時候, 劉雪時和她的子女全部退出福中福。 而後來魏福林更加將公司股份作為生育獎勵, 去過護給那班情婦, 便拼命想幫她生兒子。 去到2019年9月底, 劉雪時提起訴訟, 要求確認2001年股份轉讓協議無效, 要求魏福林反還股份。 一審敗訴後, 魏福林和劉雪時相倚, 可以補償1億現金給她, 但遭到賠絕。 因為根據當時的股價, 劉雪時應該是可以拿到20幾億。 1億的補償根本就不是劉雪時的目標, 就在魏福林和原配老婆和子女鬥知鬥勇的過程中, 魏福林的事業慢慢走下坡。 一個叫幸福海岸的樓盤, 因為和深圳當地村民發生糾紛, 被人落禁授令, 令深圳複中複6億多的資金無法回弄, 現今年斷裂, 又導致湖南益陽市建設中的複中複國際城 和王家湖度假村項目無法順利進展, 拖欠施工方和公司員工人工8000多萬。 後來他就被深圳檢方列為網上追逃人員, 魏福林立即離開深圳, 回去自己的根據地護南益陽。 雖然追逃信息一直未撤銷, 但魏福林的生活也過得很爽, 他後期生活仍然是紙序緊迷。 在2015年的時候, 在益陽古城的回龍山佛教公園, 魏福林高調捐贈一座高達11層的福林塔, 拔地而起很高, 證明自己有善心。 而在寶塔的第二層, 是陳列著福林的生平事跡和浮雕, 甚至乎他當時是和當地官員一齊出席開放儀式, 根本完全不在意自己在逃人士的身份。 現在這一個福林塔甚至成為益陽地標性建築, 而後來家鄉仍然都是無事, 出席各種不同活動, 甚至乎身兼中華魏視中親聯儀總會名譽會長。 而這一個魏福林成為他情婦, 生兒子有二百萬, 生女有一百萬, 而且送樓送別墅, 送豪車送公司股份, 亦都會通過關係, 等這些情婦去承包工程。 對於這些事件亦都有人講, 魏福林離婚二十幾年, 又無重婚罪, 最多算道德敗壞, 而這一個魏福林被捕的過程亦都相當曲折, 在二零一八年某一日, 長沙某個醫院發生了一宗神奇事件, 是一個男人剛剛拿了身份證出來掛員號, 報警機制即刻觸發, 這一個是身負案件的再逃犯。 而警方趕到現場時, 接下來的畫面令到他目定口呆, 這男人在醫院重症監護室的病床上, 拆滿了滾, 追捕行動被迫終止, 而這男人就是魏福林, 他又逃過一劫, 而在之後幾年裏面連過七十的魏福林, 這一個在民放, 這一個在盧偉祥, 和深圳警方展開了一場持久的追捕周全, 而最荒謬的就是魏福林, 根據現在網上找到的資料, 好像還未捕捉到他, 可能他也是靠著自己這麼多年來經營下來的一個關係網, 是成功令到有人保護著他, 因為怕一捕捉到他之後, 就爆到一些重要的人物出來, 現在他也是消失在大眾的目光底下, 如果這樣計的話, 這一個人可以說得上是高配版的可白, 而且開了自己的後宮, 不過怎樣也好, 犯法始終不對, 現在仍然未捕捉到他, 但好神奇的, 經過疫情, 經過這麼多事件, 這個人仍然是能夠逍遙自在的, 到底他去了哪裡呢? 為什麼還未捕捉到他呢? 關係網真是這麼強勁? 好了,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